这个夏天,欧洲足坛的多只豪门,都在疯狂抢购,对于英超的很多球队来说,能够留在顶级联赛,就要不断大肆引员。 当然,铁锤帮西汉姆的目标可不只是暴击,这个夏天,俱乐部主席大手一挥,球队引进了11名球员,其中,3500万英镑从拉奇奥签下了贝利佩安德森,1750万从多特蒙德买下的亚尔莫伦科,加上威尔西尔,法比安斯基,巴尔布埃娜,卢卡斯佩雷斯,西汉姆的阵容愈加华丽。 在主帅方面,西汉姆也请来了佩莱和里尼,智利工程师在比利亚雷亚尔创造了辉煌,也曾在曼城有过不俗的展现,不过,65岁的佩公在中超遭遇了华铁卢,重资打造的华夏幸福,本赛季不仅离亚冠越来越远,还在他的带领下,下华至继分榜的下半区,离开中超,佩公带着一众心援,开始了他们的英超联赛。 尴尬的是,西汉姆在今日凌晨主场被狼对决杀,遭遇了开季的四连败,此前三场比赛,西汉姆客场输给利物浦,主场输给伯恩茅斯,客场输给阿斯纳,如今,仅仅四轮过后,佩莱格里尼已经坐在了下课的火山口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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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